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峰 前几天我们这里捉了一批牛回来 就是我身后这一批 寄生虫皮肤病非常严重的 相信也没有几个人见过那么严重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 现在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等一下说一下治疗的方法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前几天刚回来的时候是很红的 有出血点的 上面的毛已经被啃光了 非常的严重 我喷了仪器药 明显的有所好转 已经把那个毛给吃掉了 那个虫 这种是传扬性的 这一群牛里面每一头都有 根据了解,这些牛的病程大概一个月左右 刚开始是一点点的 后来慢慢的扩大 越齐越多 把那个毛给啃光了 说到具体是什么病 我就不太清楚了 总之 所以,无非就是险或者蟒虫 或者其他寄生虫引起的 就这几个 按照这个方法来治疗 应该是可以的 像这种这么严重的寄生虫皮肤病的治疗方法 我们可以分三种进行 第一种是打针 第二种是内服 第三种是喷药 打针的话 我们要披萨注射 一般我们用一维菌素 披萨注射 喷药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的药物 主要有晶体的抵白虫 或者新流灵等 反正比较多吧 还有内服 内服驱虫的 一般常用的阿本达注 一维菌素粉都可以 这样治疗就很快可以回复长毛 像这种寄生虫皮肤病 基本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比较好搞定 像这种水牛要防的就是干片西虫吧 这个也是要预防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